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课要介绍 有辅助人员的2.4 及3.4工资器的一个工作方式 并实力说明 由于有比较去送出的能量 在某些的情形下 是不足以直接推动操作机构的 所以有时候必须在比较去及操纵机构之间 加一个换打器 那既然加了换打器 就需要外部的能量来作为这一个启动能源 由比较去送出的能量 只能用来操作 由换打器输入控制系统之外来的辅助能源 哪一般我们常用的辅助能源可以是电器的 气压的 抑压的 以及机械的四种 用于不连续自动控制器的主要是 我们在边里主要会以机械跟电器的辅助能源为例来说明 利用机械辅助能源之不连续的自动控制系统中 普通使用的是落宫自动控制器 它主要用途是在煤气炉 或电炉也在做温度自动控制制用 它的形状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右下图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所要控制的大小 是机械辅助器M 那M的前面这个TH是一个SERVO COUPLE 所谓的热电污 以控制大小乘比例的指针跟路径 那这里面的S系列是所谓的那个刻度板 那TH是热电污 MB是落宫的部分 然后造成通和不通 M是所谓的辅助器 SD是应有值的一个指示专制 KT是接触点 这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东西 回录的通和不通有关 NO是图伦的部分 那日基是指针的一个部分 那所谓的这个MO是马达 U马达 来带到图伦来产生的这一个落宫的位置 鲁丹落宫向下压时 石油指指针的日基的位置 在英有指指指针的右边 那么接触点是打开的 当石油指指针这样向左 超过英有指指针SD的位置时 等于下一次落宫的 像落下室内接触点就会关上 辅助人员接通 一直到石油指指针又回到英有指指针的远远时 接触点的KT才又被打开 落宫是有一个小马达 也慢速度大家都有个凸轮 以一定的时间落下一次 此为了一个落宫自动控制器的一个控制 温度的一个电路 那落宫的控制器的部分也就在呢 我们也在一个所谓右下角的一个部分 那接触点呢就在KT的地方 落宫所要控制的接触就是KT通跟不同的一个部分 那落宫这边的所有卡组呢就是要量度量我们的这一个电路里面的一个温度 那加热的部分呢是一个热定主司 那这个回路里面你们看得出来 从右边进来是电影的部分 当那个KT如果没有通的时候 你热定主司呢也没办法过程回路 所以没办法加热 当我们呢这个KT呢倒通的时候 那我们的热定主司的过程回路 就会对电路里面呢来做一个加热 好 落宫的自动控制器呢 可以有非常大的燃量换达作用 例如呢 量度器呢就是都可以量 它的感受器可以量到4mV 那内部电阻如果100欧姆的话 它的量度的一个电功力呢 我们带进了R和V平方呢 我们可以算出大概1μ瓦的一个大小 如果它的接点呢是使用水银开关呢 来当作开关的电功力呢 它可以承受呢 如果是220伏特呢 它可以承受6A 所以它可以控制的功力呢 可以高达1.32x10的3自动瓦 所以使用其他的放大倍数呢 所得到的放大倍率呢 是本身呢 功力是1.10的560万瓦 它可以控制到1.32x10的3自动瓦 所以它的放大倍数呢 可以到达1.32x10的9自动瓦 所以呢 只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放大力量 非常的高 放大倍数非常的大 使用其他的放大方法 这样不容易达到为这样的一个功用 所以弱工的自动控制器 不只可以用2.4的一个自动控制器 它也可以用3.4 及多.4的自动控制器 因为它要托入一个调整位置 利用这种自动控制器 可以解决许多自动控制的一个任务 即使较为困难的自动控制问题 也可以用它来完成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压力量自动控制器 一般5自来水设备的家庭或工厂工学系统 必须能够维持管道中水压经常一定 同时还要使抽水机不会太平凡的一个开关 这个任务通常是可用所谓的压力开关来完成 那压力开关实际上为一个压力的自动控制器 如下图我们在说明 此种压力自动控制器 基本上是由一个烫环顶住 金属则和LV所构成 其内部由水压、金控器、电链来作用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 水我们从Pump这边 把水抽水来这边离弯 那这是水位的一个控制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这边呢 水上面有一个应有质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部分 那抽出器的水呢 这一个压力呢 会跟金属折合呢 这边做一个平衡 那当然 这里面呢 你要调多少质 由应有质调整的一个决定 这边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压力开关呢 一个躺患在这个地方 当你呢 连接抽水的地方 当你这个 水抽出来的压力 跟上面做成平衡呢 压力多高的时候呢 这个开关就会关止 然后呢 控制呢 这个指挥法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严厉 那金属折合呢 所以压力是生长的 可用来操作接触KT 使接触进去电子开关MS 操作抽水马达 当管道中呢 是水压第一 预先调整的 已有的压力士 抽水器马达 就会由 接触KT的作用开始运转 当管道呢 中的水压 达到应有质时 这抽水马达呢 会被关掉 没有会以 涂善呢 这个压力开关机构呢 故意造成可以调整的开关乌差 通常是由 可调整的开压力 或关压力也所造成的 只为一个水位自动控制器 不联系的操作 以电器呢 为辅助联营 也是水位自动控制器呢 为一般家庭 公寓 旅社 工厂呢 所使用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控制水位一定的一个高度 那我们泵铺呢 就是马达呢 做水棒 把水打进去 当水位太高的时候 我们会临界三接点 KTU 那KTU呢 太高呢 它上面临界出来的KTU呢 它就会把我们的泵铺关掉 关掉这个定制法的部分 那如果水位太低呢 到达呢 下接触点呢 KTU的时候 它就会利用呢 这一个 导通呢 我们的定制开关法 然后 启动马达呢 然后抽水呢 再进我们这个水槽里面去 所以水位呢 是以浮沉值呢 SW来量度 它用来操作呢 KTU呢 以及KTU 当水位下降时呢 浮沉值呢 SW跟它下降 它使接触柄呢 NO呢 以下接触点KTU相碰 因此 进入定制开关 MS 作用司马达 开始转动 这个水棒呢 也就将水 送到焦达的容器之中 也就是水槽之中 此时容器中的水位 就开始上升 那会是我们要的一个水位 当接触柄呢 离开下接触点KTU时 由于自动固定接触的一点呢 这关系 电子开关继续使 通往马达进入接通 马达继续转动 水位呢 一直上升到后来 浮沉值开始接触柄 以上接点KTU相碰 而使通过自动固定接触日 是电流中断 电子开关MS 是通过马达的一个线路中断 马达停止 水棒就不再送水呢 到我们的容器里面去 因此水位并没有固定制 而是在三下接触点 所限界范围内的这个摆动 这一范围呢 在操作许可之下呢 应尽可能让它大 也是水棒的马达的开关 已停止的频率减少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保持呢 我们这个水棒马达的一个说明 因为常常开关 开关频率直接影响到 抽水及马达 以及开关接触的一个说明 有时候也会 噪音及电压等干扰等不能的影响 所以我们尽量呢 让它这个所谓范围大一点 不要呢太小太小 很容易造成呢 它开关频率相当大 造成这个设备的损坏 在此呢 我们呢 对自动控制呢 做了一个分裂 然后讲解 介绍呢 不连续自动控制器 其结构以及其应用 这种目的驾驶同学呢 对这种应用广化呢 当用为一般高等 自动控制器 工程所忽略的自动控制器 有初步的一个认识 所以呢 我们本课程呢 主要呢 是针对一些 比较基础的一些 自动控制器呢 它实际的一个操作行情 来跟各位呢 做一个说明 谢谢 好 是的 您好 好 既预 呢 咱提 好 好 感谢观看